大家好,我是莫克生 重庆不愧是雾都 随时随地都会起雾 但有些山寺和这些云雾结合在一起很漂亮 这就是今天晚上的注册地了 荒郊野外 不过地方还算宽敞 在这种爬山路上很少有这么宽敞的地方 很难得了 我拉一桶就在这个位置 里边放着我这个 冷水瓶 先把冷水瓶提出来 平常呢,放点雨伞 雨伞用完了以后啊,特别是下雨的时候 里边会有水,放到这里边正好 不会湿,没问题 有时候还会放一瓶酒 或者是两瓶酒,都可以,没问题 然后就是这样子 把它往上一提,提出来就消了 很好提的 平常呢,这个 折叠的 坐便器呢 这个椅子就放到这个位置 掏出来还非常方便 很容易掏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拿出来 然后它的 拓染跟什么都很方便啊 非常方便 就两架子就好了 看到没有 然后我们放上去 然后这里还有点东西 可以把它清理出去 然后这个座椅 可以往后 放过去,这样空间会大一些 其实一般也不用 今天晚上 先把这个 卫生烟布置好 明天早上什么呢 就不害怕了 前面就是床铺 窗户,这样 这是我做好的状态 就是这个样子 啊 因为这是荒郊野外嘛 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些 准备工作准备好 然后 其他的 就全不用担心了 啊,因为水啊什么 这些东西我们全都有 啊,水电全都有 啊,就缺个卫生间 说实话在野外 啊,在野外嘛 其实解决的办法有很多 但是这个是最安全的 嗯,尤其在车里面 南方 它和北方不一样 我在北方 我就把那个 帐篷随便就 置在这个车外 也不用收 啊,但是在南方呢 它的虫舌 确实是很多 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其实在外面置帐篷 有点冒险 哈哈哈哈 心里挺担心的 啊,上厕所呢 不是很舒心 你这种的话 就可以了 没问题了 嗯,有人说 是不是会不会有味啊 你把那个 窗户全 有下来 没问题 这个我以前都 试验过 啊 车里面 不可能会有味的 如果是 你还有什么 强迫症的话 你可以用小风扇吹一下 也没什么问题 好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 想干什么干什么了 没什么考担心的了 嗯,这个温度还是有点冷的 还是把挂子穿上吧 然后呢 大家也看到了哈 刚才那个姿势哈 坐着姿势呢 如果你要是身体有点胖 那你就把那个座椅啊 往前打一下 那空间就很宽敞了 没什么问题 再一个呢 就是有些朋友提出了一个意见来 说什么 你这个塑料袋 有点污染环境 不如在地上挖个坑什么的啊 那种事我也干过 也挖过坑 啊 但是它不如这个 坐面舒服 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塑料袋嘛 虽然是说是有污染啊 但它和塑料平时不一样的 这个塑料袋 我确实自己亲身体验过啊 试验过 基本上买在地上大概最多半年 它就分解了啊 就没什么问题啊 当然是买那种可降解的塑料袋 环保塑料袋更好 我这个是原来买的啊 以后呢 我也不用了 因为这个不环保的吧 它很有味儿 塑料袋本身有味儿 我俩还平常在车里都密封的特别好 要不然也难受啊 也没多少个了 用完了就彻底换那个环保的 可降解的 我当时买这个塑料袋的时候 我是不知道有环保塑料袋的 要知道有环保塑料袋 我当时就买这个环保塑料袋了 不买这个了 我们出门啊 你不可能做到完全的那么环保人事啊 那种可能也有点要求过分 但是呢 我们不随便丢垃圾啊 尽量维护保护环境 这种意识是应该普遍都有的 是不是啊 你包括这些废弃物的填埋 其实它在某种程度上 它也就是一种环保措施 因为我们现在垃圾啊 一个通过焚烧 再一个通过填埋 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啊 废物回收利用等等啊 我们就是尽量做到呢 和世界国家它的环保要求啊 相符合啊 这样子啊 而不是给人感觉素质特别低啊 到处乱丢垃圾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样子啊 还让人讨厌 但是在网络上呢 你即便做得再好 它也有吹毛求疵的 要求你必须像个圣人一样 那也是有点过分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 不是圣人 但是我可以负责任说 我大部分的情况下 在这些功德方面啊 还是比较讲究的啊 包括不到处乱停车啊 等等这些细节 我基本上被驱赶的次数很少 几乎没有 有的都是什么呢 正规的停车场啊 人家不让你过夜啊 那个不能算数是不是啊 一般的我停车的这个位置呢 都会先问好人家 可不可以过夜啊 要怎么样啊 问清楚了 你就不会遇见那种尴尬的事情了 你只不过你自己要想当然的 我觉得没问题啊 没什么问题 那你就往那一停 你很有可能就爱别人的事啊 是吧 然后被修理一番 被修理一番 那只能怨自己了 是吧 我们从自身上找原因 你包括这个我们出去自驾游 网上有很多人都说怪话的啊 说你们这样怎么怎么样啊 让人讨厌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吧 可能是他没经历过 你只要说每个人都很自觉的话 怎么可能让别人讨厌呢 啊 你要太全毛全私的话 你不能不让人出门啊 任何人都不能永远待在家里啊 他自己也出门 你只要出门你就会影响到别人 是吧 都有互动嘛 人都有互动 但是呢 你只要遵循了这什么呢 什么呢 这个世俗良德 遵循这个社会功德 那就没什么问题 啊 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别人还欢迎你去 你消费嘛 是吧 那么好吧 罗里巴说啊 又延伸了很多这个题外话题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再见朋友们